这个老爷爷拿起相机,咔嚓,拍了一张大合照,仔细一看,合照里除了他,全是人偶,爷爷是个小工厂的夜班保安,每天别人下班,他就上班,来到工厂只有他一个人,孤独吗?很孤独,看着工位上的大合照,大家笑得好开心,可是合照里没有他,于是爷爷搬出了仓库的人偶,像这样,晚上寻夜,他看到了日历上的生日标记,然后他有个想法,第二天一早,一个捧着蛋糕的人偶出现在了女孩的工位上,女孩愣了一下, 随即会信效,但倾家阿姨摇摇头,工作量又增加了,他无奈的把人偶放回了仓库,这之后的每一天,爷爷都会把人偶搬出来,变着花样的来一些摆造型,给大伙带来欢乐,像这样的,这样的,还有这样的,只是阿姨有点无奈,因为他每天都收拾人偶,一天他还偷偷把仓库给锁了,但这并不能阻挡爷爷的脚步,第二天甚至还弄出了这样的大工程, 阿姨都看呆了,但大伙越来越乐呵,后来小工厂走上了正轨,还成功的登了报,看着大伙的笑脸,爷爷有点落寞,和往常一样,下车,上楼,准备巡夜,电梯一开,却见到了一个人偶,然后,大伙冒了出来,爷爷有点不知所措,直到大伙都围在了他的身边,团队的成功永远离不开每一个默默付出的人, 正在努力的你,也并不孤独,这个千秋好重啊,老头举不起来,但他不肯放弃,看了看眼前的照片,继续举,邻居看到,咦,这手都抖了,何必呢,但老头不服气,看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,他拿下一张,继续努力吧,之后的每天,老头风雨不改,日日举铁,坚持,坚持,坚持,连女儿都惊动了,这老爸在干啥,看女儿过来,老头赶紧藏起千秋,好尴尬呀,换个地方继续举,和小朋友们一起举, 马上就要成功了,大日子,马上就来,这天,老头买好礼物,穿好西装,他会喜欢这个礼物吗,老头开车出门,终于见到了他,老头好开心啊,他给孙女拆开礼物,看得很惊喜的样子,是圣诞树顶的小星星,接着老头使劲,把孙女举过头顶,原来,举铁一年是为了这么一下,每个人都有生命中重要的事,想完成它吗,那就好好锻炼,健健康康吧。